本节目由欢乐书客赞助提供 欢乐书客老司机发车的最佳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就要双十一了 你们都买了什么呀 不过就买了秋裤吧 哎呀穷死了啥都买不起 还不如买条便宜的秋裤算了 是啊穷人就不要说这种悲伤的话题了 还是我在家里看看新翻比较实在啊 虽说这新翻都播了三分之一了 但说实在的很难 现在就评论啊 毕竟为了吸引观众 现在的新翻真的是不知道 下一期就会不会出现神转折吗 还是飙雪天堂 动不动就哪一口比较好 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上个季度完结的吧 上前我们说到了七月几部值得推荐的好番 不过呢除了这些精彩的动画以外 也有一些表现差强人意的番 没错 有的动画真是让人不吐不快呀 所以这期节目就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七月班那些让人吐槽无力的雷座吧 对于Colidia Code心灵代码这部片子 我只想说能见到制作如此崩坏的TV也是少见啊 觉得上一次见到还是双马尾那片子啊 而心灵代码比之更甚啊 当初对于其有着新小说界三圣加盟的血格还是蛮感兴趣的 官方宣传也是声势浩大的 人设可以算是终上 就抱着好奇的心理追了 然后就 砰 爆炸了 就像是我曾经说过的 见过人设作画非常好 但故事崩坏的作品 但像是QC这种 故事还真的不错 但作画人设崩坏到让人不忍直视的作品 也算是少数中的少数了 这部作品说的是 世界被外信来的一种叫做Unknown的生物占领 为了反抗Unknown 人类建立起来的三个据点 东京 千叶 或是奈川 每个据点的孩子们的后警 都被植入了一种叫做Code的芯片 来识别身份 这三个据点都有各自的首席战斗家 然后首席和自己的搭档 就和Unknown作战了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由于芯片暴走 东京的首席辅助妹子 突然被Unknown给干掉了 即使就是残酷的战斗 神奈川的也被干掉了 只剩下了千叶的两个人 和东京的一个冷头亲 然而千叶的兄妹中的哥哥却发现 这个他们所看到的世界 不是真的世界 而是他们后警的芯片 让他们看到的虚假的世界 那些指挥他们战斗的大人 也不是真的人类 反而是Unknown和他们战斗的 却是真的人类 然后他们就去到了 原本是敌对势力的真人类那一方 最后干掉了 本来控制他们战斗的Unknown 世界恢复了和平 且大欢喜 又暴殿又反转 人物个性鲜明到 一看之后是谁写出来的 千叶的兄妹中的哥哥 活脱脱的一个大老师 东京的两个笨蛋 完全就是变态王子 与不像猫中人物 个性的描写手法 是于神内穿线的一对白河 不愧是约炮大作战的作者 才能写出来的充满正能量的战斗商女 如果不是作画崩坏到 连国产动画与这相比较都出色许多 想必这部动画在七月分钟 也可以算是有些看透的作品了 然而 这作画 这分镜 还能让人全然失去了追下去的动力 也许是作画的崩坏 让staff都没有心思做了 前期警测的故事 到了后期也有种强行续命的感觉 描写的Unknown 一对指挥官异合在也不算清楚 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清醒上的讨论 亲生父母好 还是养父母好 和世界大意彻底脱离的关系 看得出来 作者们也知道这动画没得救了 如果是搞笑漫画日和 这种有奇葩的画风 来突出故事的有趣道也好 然而这一部原本就是正景象的作品 却又令人无法容忍的作画崩坏 或许到最后 再好的作品 也会让人失去看下去的动力了 虽然这期主题是吐槽七月新番 不过比起这些七月新番 我更想说的是刚刚完结的宠物小精灵X1 宠物小精灵X1篇由2013年10月播出 至今完结整整三年 在这一部里 小智可以说是更像一名合格的宠物小精灵训练师了 在战斗时更加冷静 还懂得运用战术 战斗的画面也有明显的提升 加上Mag进化 羁绊进化 和超好听的OP 很多战斗场景 让人感觉然得要死 这一部的女主角塞伦娜也是相当的改例 会做饭 会缝衣 还超级温柔 可以说是人气属性满满 一开始就要表明 她是为了小智而展开旅行 虽然这有种轻敌的感觉 但她在后来的旅途中 也找到了自己愤怒的目标 可以说各方面都塑造的十分完美 总总看来 这部XY篇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但是待完结之后 我依然觉得这部有太多不吐不快的槽点了 这部XY有三大遗憾之处 首先就是关于这个冠军战了 可以说之前的道馆战 四强战都相当好看 既有使用战术击败对手的桥段 也有忍娃和小智 邪心同理击败对手的剧情 可冠军之战 无论从结果上来看 令粉丝失望 其战斗过程也很难让观众幸福 黄金之余 手里一件什么的啥东西啊 第二个遗憾 则是宠物小精灵们的归属 大家知道宠物小精灵的动画 每进入一个新片装 小智就会进行一次洗点重练 那么这是面对人气如此之高的忍娃 小智也会放手离开吗 是的没错 中二反叛闪言团 虽没能成功毁灭世界 但也给卡洛斯地区带来了不少的伤害 遗留下了祸根 而忍娃则为了帮助铲除他们 决定留了下来 虽然心中有万种不舍 但也只能无奈服气 毕竟就都不去 心都不来嘛 你娃人气这么高 还让以后的预算家怎么卖嘛 赛妹的离去 从前的名要换 女主当然也要换啊 在动画结尾 塞雷娜为了追寻自己的目标 决定取方圆地区旅行 自然得跟小智分开 不过 不操 制作组good job啊 意想不到了高白 电梯接吻的新知识 这一幕可以说是子宫翻 能做到的极限了 不过尽管如此 身后的皮卡丘都老脸一红 而小智依然毫无波动 在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做点反应吗 在想啥东西啊 难道在想和赛妹激情 一场紧张刺激的 神奇宝贝战斗 综合以上三个遗憾 XY特别片的主角 果然还是阿兰 多了冠军 赢了妹子 喷火龙也留在了身边 真不愧人胜赢家 不过总的来说 XY还是蛮不错的 人还是要学会往前看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不久后播出的 日月片新动画吧 期待个毛线啊 小智依怎么成智壮了 你就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得不到冠军太伤心了 被赛妹一文文傻了 还是发现了大幕博士 和妈妈的秘密 一下子受刺激了 新动画的画风 还有这智障一般的知识 又一次明确的 宠物小智依 子贡犯的地位 好吧好吧 就当接下来几年 有个稳定的喜剧入场了 看看小智和DJ教授 富兰奇狂鼠 还有大幕博士 德亚总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 精彩的冒险吧 话说 日本有很多人 请愿想让赛妹一起去 阿罗拉地区旅行 这听上去是一个不错的事 然而 那又怎样 最后跟着小智的 不还是只有 皮卡丘吗 如果有一天 你看到一架直升机 卡在树上 就算你不会开直升机 你也看得出来 这出了问题对吧 同样的 我并不是动画从业人员 但当一部动画 烂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就算不会做动画 也知道这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好各位朋友我们来讲讲七月的一部新翻动画 《禁忌咒文》 一直以来我都很不喜欢这种烂俗奇幻战斗作品 而这部完全就是我不喜欢的题材 不过我也是抱着一丝期待 听说这部打斗做的不错 也许称得上奇幻战斗的两作也说不定 结果啪啪啪 我的脸马上就肿得跟猪头一样 这就是一部份作 《禁忌咒文》 讲述长得比当马还路人的男主Justice 没错 他的名字就叫做正义 并且是用英文发音 被路边的大叔给予了神奇的刺青 这个刺青称为《咒文》 是种能接触某种媒介后 能放出超能力以及强化自身的古代兵器 然后美国跟一个动画虚构出来的大国 都想抢这玩意儿 而男主手上的更是稀有超级课金等级咒文 能放出虚无吞噬一切 触发媒介是血哦 没错最二最帅的那种 美军为了确保男主咒文安全 打了一张天降系美少女卡 而男主身边的巨乳青梅竹马卡 虽然属性上被天降系克制 但用其天生优良的体质 勉强顶住了自己的地位 接着就是某大国开始派出刺客来抓男主角 并且每次出场还会顺便解释背景设定给大家听 反派不解说怎么战斗呢你说是不是 故事进行的方式大概变成 男主美军妹子青梅竹马 有事没事跟大国刺客发生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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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牵连的故事 反正跟你看过的多数作品差不多就是了啦 我先说我不排斥套路也不排斥中二哦 有时候2K2很帅 你看东霖你看废的多帅啊 套路也能套路的很精彩啊 你看小排球多好看啊 但这部真的就是...你懂的 刚看第一话你会觉得 诶还不错啊 虽然剧情上没什么亮点 但打都很精彩啊 看那流畅的武打动作旋转的镜头 哇操只看一画绝对撑得上佳作 不过我当时就很好奇 你们真的经费那么充足每次都能这样玩 好没关系这也许就是这部片的特色 就像新房不能没有45度角一样 但我就想问你去导演 你到底知不知道每一画分镜都画成了什么样子啊 有好几画的分镜都怪到一个不行 并不是那种人物的位置看起来很奇怪什么的 是那种这几个分镜连在一起 看起来超诡异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段 我看到这一段还特地倒回去看一次 我他妈是不是不小心快转啦 就算用慢动作来看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漏看了什么 这种感觉就像在看网球并不可笑一样 那我看起来 那我来看看 那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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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并不是拿单一案例来讲 这就是这部动画的常态 我们来想讲另一段 第一秒这女的站着 然后画面带到这男的 接着吹起风 他们就壁东了 他们就壁东了 我的妈呀 看这部动画随时都会有一种 我是不是少看了一秒的感觉 由于这个很严重的缺陷 让我在看动画的时候完全无法专心 我很怀疑导演跟演出 没事都去喝咖啡的是吗 必须说这部的武打动作真的做得很不错 但就是分镜上很莫名 就如开头所说 我并不是动画从业人员 但这部禁忌咒文 你只要看一次就知道这部动画本身真的很有问题 最后如果真的要评价这部动画好不好看的话 我会说 这部禁忌咒文应该比夏洛特差了一些才是 对你们懂了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小智 欢迎收看本期的周周互动 那么这次的周周互动也是间隔了很久才和大家见面 但是这次的锅真不是我的 你们看上期的曼迅都跳了那么久就知道 这次的锅就是那个经常把货摔给我的母天堂 简直不能忍是吧 亏他还大言不惭的写了个什么100条 特别是其中那个65条简直就是扯淡 这里必须再次强烈 要去修改这个不评仲条约第65条 好了那么分关完毕 还是要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以上来还是老样子 是我们的提问环节 那么看看观众们都有什么有趣的提问 首先是名叫无言陪伴的朋友的提问 他上期听闻天堂脱单后也是非常的激动和好奇 特别是最近也是邻近光顾节是吧 于是他就想问一下 天堂究竟是怎么脱团的 他也想学点这个撩密的经验 这个天堂跟我聊天的时候确实是有提起过一些 他说他那一阵子是天天玩嘎的game 天天看恋爱番剧 疯狂的研究妹子的心理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潜心修炼 整整三天才吃了一包干脆面 然后到了第五天的时候 就开始能以约的看到自己的女朋友了 当然这个不是说到了第五天就一定能看见 也有可能要六天或者七天 这个主要就是根据个人的身体素质和显衡力有关了 具体就听大家自行尝试吧 下一个问题也是围绕天堂脱团这件事 但是他是问我们这些没有脱团的人 他问我们对此有什么感受 这个别人我不知道 我是非常悲伤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优秀的单身妹子 好的 再下个问题是名叫静莉莉的观众的提问 他问这个 接下来是名叫乌妖王的火车头的观众的提问 他问的是一个生活中的问题 他说他在校门口说同性才是真爱的时候 刚好被老师听见了 而且老师他还会心的一笑 他问这代表了什么 我估计 这代表了你以后可能上课就只能站着上课了 我不是说他要提拔你 而是你真的不能做了 好了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是一位名叫激风紫云的朋友的问题 他的这个问题稍微有一点沉重 但却几乎是每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人都会遇到的困扰 也包括曾经的我 我用自身的经历总结了两句话送给你 第一句是 那些整天对着别人的人生指指点点 忘加定夺的人一定没啥大成绩 第二句是 比起放弃 去证明他们是错的 更有乐趣 也更有意义 好了 那么本期的互动提问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在生活中 现实中的各种有趣的问题 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提问 接下来要说的是本期的重头戏了 上期说过启发讨论话题 这个环节会改版 那么到底改成了什么样呢 这个新节目的名字叫做脑洞旋风 也就是一个和大家一起互动的环节 而且这个环节不再是我一个人主持 而是由我和天堂还有刀书一起来负责这个环节 首先就是我们三个人在完全互相不知晓的情况下 各自给出时间地点人物三个条件 由你们自由发挥 用一句话或者几句很简短的内容将其串联起来 完全随性发挥 然后每期我们每个人会选出各自满意的答案进行点评 同时被选中的观众也会得到由H盟提供的奖品履物 大概规则就是这样了 本期作为第一期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接下来是三个关键内容 首先是刀书给的时间词 下雨天 非常的有文艺气息 其次是我给的地点 天堂家的衣柜 很神奇的地方对吧 最后是天堂给的人物 他给的人物是小智 这个小智可没一定就说是我 好了 关键词已经给大家了 实际上就看大家的脑洞了 这里算是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吧 内容不仅要符合一定的逻辑 还要有自己的特色和趣味性 才更有可能会被选中 那么本期的奖品 就是士兵七十六的V1一件 绝对适合装逼拉风 千万不要错过 好了 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最后感谢欢乐书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乐书客给你超有趣的二岁元小说 更有高能弹幕 好玩到填不下来 好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So many things I don't wanna lose So many things could fight for justice What can I do for you You can really hold on 偏偏だろうと 運命だろうと 二度と引き裂けない この力が 触れられたたぶん 痛みでもいい I have my heart 震えたいから Just face your belief あの空へと手をかざす 飾りの言葉 笑わない そうどんな夜も 君の涙流されように 傷つく 今恐れる No one will be outside I don't mind this I don't care no matter what Reason say no more We on the walk again Oy by bwd6